十五年有十三百六十五天都不能停下 需要很大的努力付出 自己找到一個目標音很主動發失 如果這五年還可以分拭品質 記錄每一隻有的狀況 新時新鋼還可以提款三兩 這台的一機器它是24小時開放 讓牛自己選擇擠乳時間 什麼時候要擠乳 什麼時候要休息 等到第一台造機器人穩定的時候 我們決定再購入第二台 在2019的時候 我們就買了第二套雞乳機器人 管理上或者是它所有的雞乳動作 都是SOP流程 它是很很好的一台機器人 因為它把它牛所需要的 它都把它記錄下來 現在牧場裡面大部分的工作 都交給客戶去做 不管是煞炒 帮牛路卡摘騰 和這些Q5賽情及環境頂頂 有了地匯的客戶 去讓牧場的主人給了休息的機會 那因為我們有第一台的經驗 陸續有洛農裝機器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予建議 因為如果這個洛農業越好越健全 對這個產業才有保障跟保護 而不是說我好就好 我不希望說後面加入的人 還要經歷過 經歷過我那些痛苦 農業經營也是賣相科技化 若可以解決更多的問題 可得到提醒有任何品質 還有三量 我們看新聞綜合不到 我們看過了 Теперь看了